現在呢 已經開始要慢慢的 慢慢的涼了 雖然還沒有 還沒有啦 就立秋 剛好秋天 現在算很炎熱 可是我們今天的食材 還是可以讓你消暑 還是要有點清爽的感覺 對 然後你的處罰不會太難 也不會太油膩 這個我們全家人都愛的 大家要叫它美人腿 就用這一節的 的量就夠了 好 像這樣子 好了 準備什麼呢 換過來 真的喔 用吹 腳白筍你就放在裡面用吹 第一個 它不會像烤的你要很麻煩 而且那麼乾 那麼乾 這邊保持它的水分 你看我們綠竹筍是用什麼的 對啊 因為它體積比較高 沒有 綠竹筍也用吹 用電鍋吹 你要打對面 對... 比較平均 你像這個你用吹 它的甜度綠竹在裡面 它會這樣蓋起來 冷淡 我要吃一個冰冰兩天的菜 也不夠整個什麼 真的 要弄什麼 你等著吹就好了 好方便喔 用蒸的就可以了 真的是很方便 還可以保存 對 它這個放進去 你要蒸多久 蒸十五分鐘就好 這聞到香味了 聞到香味對不對 整個小白筍很濃 小白筍用蒸的甜不甜 我一打開那個 一起來的那個氣 對 你聞到它是有甜味的 你看 真的好甜喔 味道好甜喔 好 這樣直接把它放到涼 那我們現在要用了 包括像我這個把它取出來好了 這樣這個 甜度就像這樣子 一樣喔 畫一刀 越畫越深 越畫越深就這樣拉開 脫衣服把它脫開 那這個喔 放不掉的這個喔 這就是比較粗的 現在把它剝開 好 來 這個好了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直接就切滾刀 拉長條切滾刀 我今天就加了兩塊的豆腐乳進來 豆腐乳 等於我今天加到一個新的 就不用再加鹽了 對 加到一個新的沙拉的做法 來 這邊有大約你這樣 一小條的那個美乃滋喔 你可以準備一小條的量 還要處理那個豆腐乳 也放很久了 就是啊 丟進去 好 第一個塑膠袋就好 然後呢 來 你就用你的手 去把這個豆腐 把壓一壓 就這樣畫一畫 壓一壓 好 這個會有一些顆粒喔 剛剛好 還是有一兩顆 就是你的醬汁裡面 會有一些顆粒 所以它的一個濃淡度 你就會平均出來 來來來來 夏天就是要吃這種 輕鬆的攪拌 用蒸的喔 好 來 夏天做菜也不難 對不對